孟茴长安,欢迎来到Late Time,我是蓝虎,咱们继续来看一个要求的一个剑慧单挑 观战方也是螺丝刀的一个武装怪,也是在这种天气排名非常靠前的一个选手 对战方是一个变得是一个混沌球,应该是一个魔方寸是吧 咱们来看一下,但是因为对面是一个防戏的一个原因,惨遭观战方的控制 哎呦,但是而且观战方的一个硬件感觉明显是要比对面强的 因为观战方的一个这种打这种天梯的话是一个老手是吧 而且观战方的一个受魂追的一个宝宝速度也是非常快 也就是把对面的宝宝给控制住是吧 观战方直接拉出了一个虚拟 对战方没有办法出手呀 对战方也是不着急,就是说解开这个封印啊 因为观战方毕竟是有一个罗汉在身上的就是解开秒的话 秒的一个伤害也不是很多 哎呦,对战方怎么还选择丢铃铛 现在对战方只需要把局面稳一稳是吧 拖到一个罗汉的一个结束 而且对战方场上的一个宝宝也是非常强 好,这样的话观战方的一个罗汉是没有 而且对战方也是这个没有封住 对面直接藏了起来 这样的话观战方就必须得出一个配速的一个宝宝是吧 破一下对面的一个分身 像这种方寸山,魔方寸的话打这种武装怪还是想要打的是吧 他毕竟得需要一个破分身的一个罗汉 哎呦,秒过来伤害有点爆炸 观战方继续,魔卡 哎呦,这把黄奸战方的一个宝宝是神用了 这样的话对对方的一个影响非常大 这一回合 看一看这个虚拟宝宝会不会飞掉 哎呦,宝宝很神 这样的话这一回合对面有点崩呀 如果观战方的一个两个宝宝不神的话 观战方的一个形式肯定是不容乐观 但是对战方都把观战方的一个宝宝打神了 反观自己的一个宝宝没有神 哎呦,这样的话对两个宝宝不好打 观战方的一个运气也太好了是吧 一定要把这个虚拟给劈掉是吧 对战方的一个后排的一个宝宝也是 不活 对战方必须得赶紧藏起来啊 脸是真żen的 第一把心理净发 有这些电宝罐6300 我的天 这样的话 怪兰罐还是挺难打的 说实话 怪兰罐直接给自己的一个子女 一把镇压令旗 哎呦 当前的一个版本 确实武装罐太强了 是吧 对战方的一个宝罐不神右洋 但凡是神一下是吧 对战方也不至于打得这么被动 但是对战方手里的一个宝罐还是比较多的 哎呦 直接电了5000 我的天 对战方这一规格必须得拉宝罐 哎呦被封中了 看一看对战方有没有选择拉宝罐 如果没有选择拉宝罐的话 这一回合 会直接让对战方崩掉 哦果然会拉宝罐 如果不拉宝罐的话 是吧 对战方就得浪费一回合 哦 这个龙虎的一个孩子 鸟的太舒服了呀 没有人针对他一下吗 而且是带一个感知的啊 也剩的一个宝宝也是被打中 这样的话对战方有点难搞了呀 对战方的一个子女是神佑了 但是改变不了什么局势呀 点了4700 但是 必须得把官长放在一个子女清掉 如果不清掉的话 对战方就带要是 introduction 对战方也因为要拒败 继续连这个 Лю也必须要打飞 muse 美女有事情 你说 他的观众 因为女的外人 哎呦 关战方的一个运气太好了呀 要不的话 关战方的一个宝宝 在关键的时候都一直省用啊 关战方的一个运气太好 如果关战方的一个运气没有这么好的话 对战方其实是非常有机会的啊 哎呦 现在对战方就是说 拉宝宝应该没有用啊 你就是拉虚拟也好 关战方也是会一回合给你打碎的 这样的话对战方应该是输掉了 而且 溃魂起来的一个宝宝 关战方可以完美的控制 对面就是说只能就是说分身再藏进去 关战方即使我喊吓 这样的话对战方没有机会嘛 我们都知道 三年抗云巢被我